欢迎收看普通话新闻 我是文乔飞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李芷英 李柱明等7人 被控前年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程 政府宣布下周一起恢复接种负病胎疫苗 本港新增13宗新冠病毒确诊 当中两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 戏院等娱乐场所 即日起放宽入场人数上限至七成半 各位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前立法会议员李柱明 吴爱宜等7人 被控前年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 集结罪程 案件押后至4月16号判刑 涉及港区国安法案件正还押的黎智英 梁国雄及欧诺轩分别由囚车 押送到新九龙开判法院应讯 其余被告包括李卓人 何秀兰 何俊仁 李柱明 吴爱宜 梁耀忠 也分别到法院应讯 案件涉及前年8月18日 在违缘集结后游行至中环者打道 被控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 及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欧诺轩及梁耀忠早前已分别承认两项及一项控罪 区域法院法官胡雅文指否认控罪的7名被告 当日毫无疑问共同组织一个未经批准集结 对于早前辩方争议 公安条例容须警方透过不反对通知书制度 限制市民游行集会权利认为违宪 又指相关刑罚最高是监禁五年 会造成寒蝉效应 法官指根据2005年梁国雄案 中审法院已裁定警方通知书制度合宪 前年超过800个集会或警方批准 认为没造成寒蝉效应 基于上述理由反驳辩方认为公安条例无违宪 对于辩方挑战警方执法 及律政司检控违宪 法官引述去年禁蒙面法 中审法院的判决指辩方没有任何足够观点可挑战 警方当日或之前的行为与控罪全部相关 也没有限制被告权利及自由 又指既然公安条例核限 警方拘捕自然合法 而律政司是根据基本法提控 应免受干预 认为辩方挑战不成立 控方举证达至毫无合理疑点 裁定7名被告罪名成立 并押后至本月16日 听取求情及判刑 7人可继续保释但不得离港 交出所有旅游证件及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黎智英 梁国雄及欧诺轩 则因其他案件需继续还押 无线电视记者林凯玲报道 政府宣布下周一起恢复接种复壁胎疫苗 政府指德国BioNTech药厂的中期报告显示 疫苗的品质和安全没有问题 而新一批30万剂疫苗 预计将在明天运抵本岗 决定下周一恢复为市民接种 原本预约4月4号或之前 接种第二剂的人 政府会在系统预留4月5至10号 其中一天的一个时间 政府也会为原本预约 3月24号至4月4号 接种手机复壁胎的人安排新时段 相关市民会在明天起 收到手机短讯通知详情 市民如果认为或安排的时段不适合 但预约复壁胎的网上系统周六重开后 可以先取消或安排的时段再更改 而已经预约下周一或之后接种的人 可以按原定时间接种 卫生署指收到药厂的中期报告 发现腐壁胎疫苗出现瑕疵 是因为封装程序在超低温环境下受到影响 重申疫苗的安全没有问题 呼吁已经接种的市民不用担心 就是在封装的程序里面的金属环压折的工序 是加上遇到一个超低温的环境 就是涉事负70度而产生的 那个药屏的塞 就是那个stopper就是出现了一个弹性暂时是受到影响 那个flexibility是受到影响 那金属环如果不能够很适当地 盖住了一个瓶盖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密封性是受到影响 而周边的空气就可以滲入到好的药屏 没有证据是显示 本港新增13宗新冠病毒确诊 当中两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 初步确诊超过十宗 两宗源头不明个案 都是昨天公布病例 其中23岁南天花装修工人 住在游历村智利楼 最后上班日期为上周六 第二天出现咳嗽以及腹泻 本周一向私家医生求医 同日交检测样本 患者潜伏期曾经到 关塘弘历金融中心 新都城二期 以及太古房等工作 一起工作的人要接受检疫 另一宗为56岁的九楼女楼面 在湾仔金玉海鲜酒家上班 每周工作两至三天 周一出现气促 第二天到小区中心检测后确诊 到周三仍有上班 同酒楼大约30名员工需要检疫 至于11宗输入个案 患者分别由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尼泊尔 以及巴基斯坦迪港 有六宗验出变种病毒 西院等娱乐场所即日起 入场人数上限放宽至七成半 有西院要调整座位安排 西院入场人数由最多一半 放宽至七成半 在旺角一间戏院 有来买票看戏的市民 担心一起看电影的人多了 增加了病毒传播风险 戏院座位安排也有调整 这间院县的戏院现在不少座位 都是四人联位 网上购票系统显示 几日放映电影场次 大部分都仍有许多座位可供订票 除了戏院外 表演场地及主题公园 入场人数上限也放宽至七成半 而明日复活节假期开始 康文署辖下35个公众泳池将重开 入场人数不多于容纳上限的三成 15个公众泳汤也在同日恢复救生员服务 无线电视记者里拍录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国会提交报告 继续暂停给予香港特殊关税地位 港府曾经批评美方相关的做法 违反国际惯例 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表示 国务院已向国会提交香港政策法年度报告 确认香港不能向1997年回归前或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 布林肯指报告记录了内地及香港政府 多项破坏香港高度自治 自由及民主体制的行为 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 利用国安法及其他法律 任意拘捕反对派人士及和平示威者 并做政治动机的检控 又压后立法会选举向司法独立 学术及新闻自由施压 其事实上禁止公众示威 布林肯承诺会继续与国会及全球的盟友和伙伴合作 与香港人一起对抗 中方的过分政策及行为 正如美国上月16日更新香港自治法 制裁24名削弱香港自治的内地及香港官员 中方的行为都会有后果 强调会继续敦促中方遵守国际承诺 停止削弱香港的民主体制 自治及法治 立即释放及停止检控 所有被不公平拘捕的人关税地位 当时港府发出严正声明 对美方做法表示强烈反对和不满 又说会全面配合中央将采取的反制措施 不容美方霸权主义得逞 律政司司长郑若华批评 美方做法是违反国际惯例 无线电视记者林凯玲报道 稍后我们会报道 教育局接纳高中四个核心科目的优化方案 下学年起在中四推行 欢迎回来 教育局接纳高中四个核心科目的优化方案 措施将在下学年起在中四推行 教育局去信学校公布中国语文 英国语文数学 以及由通识科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四个核心科目的优化措施 在9月新学年实施 教育局指出 现在不少学校被四个核心科目 占去过半或更多课时 令学生缺乏空间 参与更多元化的学习经历 方案实施后 可以释出大约100至250小时课时 相信可以为学校提供弹性 根据学生需要规划课程安排 由2024到2025学年起 文平市考生入读大学基本要求 将改为332以及达标 大学校长会发声明指 由于下学年高中通识科改革后 文平市考试评级只分为达标 及不达标两级 因此决定从2024到2025学年起 文平市考生四个核心科目 基本入学要求由原来的3322改为332A 及332以及达标 政府继续约见教育界商界人士 讲解修订后的基本法附件一二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约见教育界 讲解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修订基本法附件一二后 有关教育界的问题 教练会主席黄景良引述局方在会上指 选委会中教育界的30席 有11席包括大学校长等 无需选举产生 另外5席是教育团体等负责人 教育界关注是哪些团体 举方指有待本地立法时厘清 对于选委会将教育界与高等教育界合并 有业界认为可达至更均衡参与 过去确实是与选委会普教界的30个议席 如果记者朋友去查一查 其实确实是单一的团体是垄断了 这样的话你变成其他的团体 是苦无参与的机会 另外整一个高教育界出来 是不是又会对其他那些界别是不公道呢 高教里面你不论学生的人数 我们大概10万个学生 学生的人数和教职员的人数 都远远是少过基础教育的 所以我们从一个公平和平等的角度去看 基础教育有较多的议席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他也认为立法会参选人 需取得每个选委界别至少两票支持 能避免只需讨好某一撮人 认为有助提升意识水平 另外政府官员也约见商界人士讲解 汇丰银行副主席王东胜等都有出席 五线电视记者林凯玲报道 黄埔花园发生轮常命案 一名男子怀疑斩伤太太及两个儿子 私人受伤送院 该名男子及太太不治 受伤的两名儿子送到伊丽莎博医院时清醒 消息指他们分别左肩及紧步受伤 怀疑斩人的男子及其太太送院时昏迷 两人坚抢救后正式不治 警方早上大约八点半接报 黄埔花园清华院一名男子 怀与家人发生争执 斩伤太太及两名儿子 警方暂时将案件列作谋杀 以及自杀案处理 新闻报道完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